《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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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这里随开车超过半个小时过来的居首 感谢主 等一下不能太迟结束 要考虑到大家回家的路程 但是感谢主 大家都一起来蒙恩 这一次我们继续探讨这个主题 尤其今天晚上 我们这个方面多探讨之后 明天可能有一些勉励教会的话我多讲 但是勉励信徒 勉励教会都是一样的话 信徒们在一起就成为教会 各位 当我们一直在讲到这个恩典 怜悯的事情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错觉 认为神好像没有能力施行审判 他必须施恩 他必须施恩 也要施恩 因为他就是爱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观念 或者教会在讲到神的慈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不平衡 教会越来越不敢讲神的公义 神的圣洁 神的审判 神好像既然他是爱 他既然造人 他就要给人机会 他不能刑罚人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讲到神的爱的时候 无形当中就约束了神大而可畏的那种形象 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爱就很微弱 信徒听这种爱的信息 他们反而成为了非常软弱 非常自我 非常体贴自己 然后尽到自己的感受 所以整个的信仰就变成一种感觉信仰 他们不能在神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 各位你认为我们的上帝是爱 但是他就不能严厉 甚至不能有绝对的主权吗 道理上你知道不是 你知道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 但是实际上很多信徒的那种信仰观念却是这样 因为在人犯罪的思想里面 他自己很容易会制造出自己的所认为的恩典和怜悯 然后他自己也会无形当中否决上帝的圣洁和公义 那个不是福音 那个是你造出自己的福音 你在听道当中 因为你的心是这样听 传讲的人慢慢你会发现 在教会里面传讲的神的爱 也是那种非常不圣洁 非常凡俗的那种爱 教会的讲台就这样软弱的时候 弟兄姐妹就不能在恩典上刚强 所以为什么这次我选择罗马书9章来开始 这次的讲道 讲题 所以我们一起来好好地认识 有这方面的真理 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一章18节 我每次讲 罗马书一开始 不是讲恩典 罗马书的一开始是讲上帝的愤怒 罗马书第一章18节一起来 1 2 3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迁不已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易阻挡真理的人 他们是阻挡真理 他们压制真理 真理告诉他们有神 他们说无神 真理说绝对有神 他们说有神就有神 但是他们造出自己的神 他们扭曲这个神的属性 所以这就是人心里面 他压制 suppress the truth 他压制真理 扭曲真理的 他阻挡真理的那种倾向 所以这个造成了神的愤怒就临到人 所以结果 圣经给他们的一些结论 21节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 昏暗的结果 他们慢慢不要拜真神 就拜假神 然后把人当作神 动物当作神 昆虫当作神 明星当作神 所以人的心情就越变越恶 那神在这个时候 神可以向他们施恩 但是在这个时候 神没有说施恩 神先讲到他的任凭 因为神要我们在认识神的恩典之前 清楚知道神是有权利审判他们 也神绝对会审判 也绝对会刑罚 所以神审判刑罚的方法 就是让他们越久越恶 所以有一个字就出现 叫什么 24节 所以神趁他们 任凭他们 趁着心里的情欲 行污秽的事 以至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任凭 当神不干涉人的时候 这是地上来讲 最大的刑罚 最大的审判 26节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 下面讲到同性恋的事 性方面的 连最顺性的东西都变成逆性 当人离开神的时候 他的性情会变化 所以当他拜多神 当他把假神造出来 当他否定这位神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越来越人不像人 婚姻不像婚姻 父亲不像父亲 男人不像男人 女人不像女人 这种都是神任凭的工作 第28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其实原文的意思是 他们不认为认识神有什么价值 不认为认识真神有什么价值 对不对 所以中文圣经翻译成 故意不认识神 这个里面有一种道德的堕落 道德的堕落 所以神就任凭他们 纯邪臂的心 所以各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们行各种的不义 他们的心倾向各种犯罪的情欲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神任凭人的结果 这里没有讲到神的恩典和怜悯 没有 我也有讲到的是什么 神的愤怒和神的任凭 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的基础上面 人的犯罪 人没有办法自救里面 神私下恩典 对不对 所以伟大的神的恩典 最显多 恩典更显大 所以第五章那个地方 继续讲到神的恩 因性称义的交易 从罗马书里面一个一个带出来 但是我们因为没有时间讲这些 我们快快跳去第九章 我们回去看看我们读的第九章 第九章 所以第十四节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神拣选雅各 不拣选以扫 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没有 因为神没有义务拯救任何人 所以神按着祂的恩典 拣选了一个人 一主人 放任一主人 所以当神这么做的时候 保罗说他不是不公平 断乎没有 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然后下面说 故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人的定义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人的努力 不在乎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发怜悯的 所以神是主动者 人是被动者 人完全没有办法用他的义 达到神的水准 更没有办法叫神拯救他 这是完全是白救恩待谁 所以各位 神在讲到法老的时候 出埃及记 你们有没有一直发现 有一句话出现 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圣经讲 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 这是什么意思 一般的解释是 当然我们知道 我听大家的反应 我就明白 各位知道 这是任凭法老的意思 并不是使他 原来不刚硬的 故意变成刚硬 给他变成更邪恶 不是这个 神就任凭他 神任凭法老 在他任凭他继续犯罪 继续把他里面的邪恶 带出来的时候 其实神在这个时候 神要做很伟大的事情 就是完全本碎 这个世界的王的头 所以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但是以前我每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读很多解经书 我就问 如果这个解释是 神任凭法老继续刚硬 那为什么圣经不要说 神任凭法老 为什么圣经要说 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各位这里有一个奥秘 在这个地方 因为当圣经说神使他刚硬的时候 有一个主动性 从神的角度来讲 神做了一件事情 来使他刚硬 当然我们知道他本来就刚硬 当然我们知道他里面没有良善 他是敌对神的 但是神必定做了一些事情 主动性的做了一些事情 让他的刚硬 越来越显出来 对不对 那是什么事 各位那是什么事情 各位上帝怎么使这个世人的心刚硬 各位你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整个故事讲什么 谁出埃及 神的百姓 对不对 神的百姓 当神施行神迹 拯救他的百姓 向他的百姓施恩 在法老王面前 彰显出他的全能的时候 法老的心就越来越刚硬 法老不是越来越谦卑 法老的心是越来越刚硬 各位明白这句话吗 就是说当神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 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 当他继续要执行他的拯救 他要得着他的子民的时候 他主动的这样做 他显明他的伟大 他的作为的时候 其实不信的人越来越刚硬 越来越不信 显出他们越来越多的邪恶 各位明白吗 这个就是在人的救赎里面 有看到另外一组人的刚硬邪恶 在人的刚硬邪恶里面 有看到神在另一组人 施行的救赎 各位这个就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 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在发生的事情 各位这是很奥妙的 可能我们的世界观有很多种 所以我们很喜欢看政治 我们很喜欢读经济 很多我们是用经济的眼光 政治的眼光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眼光 但是各位 如果你要得到最神为的眼光 你要知道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 也就是人堕落之后 这个人类的历史变成救赎的历史 当神在拯救他的选民的时候 世人是越来越刚硬起来 所以当各位看到 你们所在的这个LA这个地方 越来越刚硬 越来越没有道德 这个法律越来越敌对圣经的时候 其实各位 你也要同时知道 神在施行他的拯救 明白这句话吗? 神在施行在他的子民 甚至在教会里面施行他的拯救 而神很急速地施行他的拯救的时候 你又会看到 这个社会里面越来越邪恶 越来越多抵挡神的那种文化 那种法律 那种思潮出现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对不对? 你们知道了这个东西 现在怎么应用 怎么向这个真理做出回应很重要 因为刚刚我在讲的东西 好像都是one man show 上帝自己在做 对不对? 上帝one man show 你们做什么? 你们坐下来看戏 看神怎么做 哇 所以我这次的 我这一堂的主题是什么? 信徒 当你知道了这么伟大的真理 当你知道神这么伟大的作为 从创世纪到奇事路 你知道神一律的计划 你要怎么回应神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今天你参加了诸牧师 神要怜悯 恩待谁就恩待谁 那何必传不应 那何必这么辛苦 反正神要怜悯的 祂自然会怜悯 祂要拯救的 自然会拯救 那这个不是我的用意 这个是我把神学讲清楚 但是你错用教义 明白吧? 这个是我们当今教会的很大的问题 有一些教会都专门讲教义 专门讲这些很深奥的东西 但是之后不懂得应用 之后反而不传福音 之后反而给自己借口 传了没有人信了 反正神没有拣选这些人 因为我已经传了他们不信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误解 所以现在我跟各位说 我们快快剩下来的这段时间 我们来思想 当我们知道这个 神主权性恩典的这个教义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出回应 很重要的 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十八章 十八章五到九节 各位十八章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哥林多 哥林多 这么繁华的城市 这么兴盛的 像这个洋里这个地方 多姿多彩 对不对? 各位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南希腊 亚盖亚这个地方 保罗来到这个地方 第五节 希腊和提摩太 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第十八章五节 保罗未到迫切 看到吗?未到迫切 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各位 为什么要向犹太人证明? 为什么先向犹太人? 因为福音是神的大人 要救一切相信 所以谁会相信? 神已经定了 先是犹太人 后是外邦人 希腊女人 对不对? 所以 保罗无论去到哪里 他按着这个原则 先向犹太人 因为 教会 是从以色列的子宫生出来的 你们明白吗? 从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出现的 初代教会 对不对? 十八章二章五旬节的时候 所以 保罗知道这个原理 神的心意 他一定是在犹太人当中 传扬福音 得完了在这个当中 神的选民之后 然后再受神的引导 被神带到外邦人当中 但是 无论去到哪里 先向犹太人传 那犹太人急抗拒 毁谤 保罗就抖着一嗓 说 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同上 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 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各位 福音是怎样? 绝对拯救 要救一切 先是犹太人 后是外邦人 但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这是神主动的工作 因此我们一定会遇见两种人 一种人是神放任的人 有没有 还有另外一种是神施恩的人 所以你看那个观念 一直在罗马书九章那个地方 你很实际的会看得到 你是真的很活泼的传福音者 你一定会看到这两种人出现 有时神叫我们遇到刚硬不幸的人 那个不是失败 那是神的引导 你像一群人传福音 他抵挡你的时候 神是引导你从这个地方 就望着神要施行拯救的人群当中去 所以第八节 第七节 于是保罗就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 是敬拜神的 他的家靠近会堂 所以感谢主 这么多犹太人反对 还有一个犹太领袖 看会堂的 就他一个 所以他就接受了 所以管会堂的 基利师部和全家都信了主 然后下面说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 听了就相信受洗 哥林多人是外邦人 所以明白吗 所以基利师部和全家 我们都知道 基利师他们全家信了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 外邦人 然后重要是第九节 第九节夜间 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 不要怕 只管讲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 我有许多百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神说不要怕 为什么说不要怕 因为保罗 他在传福音工作的时候 遇到很多的冲击 如果各位有读《使徒行传》了 我们教会现在在分享《使徒行传》 各位 如果你们有跟着听的话 你会知道 我已经讲到十六章了 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 每一次他发现 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犹太人抵挡 他就从犹太人转向外邦人 然后外邦人大力地接受救恩的时候 这个就惹动了犹太人的心 犹太人就起来攻击保罗 甚至在路士德特比 你们知道 保罗受何等大的一个攻击 在路士德 犹太人来的时候 怂恿众人 然后用石头打保罗 然后把他拖出城外 所以保罗有一个阴影 他就知道了 在克林多好像 他又重演这个情景了 好像看起来 好像就是犹太人跟他们喘 他们就抵挡毁谤 现在他往外邦人 哥林多人那边去的时候 所以有很多人信 但是他心里面很战兢 心里面有惧怕的 所以神就晚上出现的时候 用梦中出现 一意象出现 保罗你不要怕 只管传 所以各位 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惧怕 常常叫我们停止传辟 有没有发现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们的灰心 灰心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传了传了 但是人还是不信的时候 我们通常一般上 我们就不传了 或者我们给自己借口说 我们都传了 但是这些人不信 所以他们不是伸说监讯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是这样的 会错用这个经文 所以各位 我现在给各位 要注意 现在这段话里面 我们读完它好吗 第十一节 十节我们一起读 给保罗应许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各位 主说 在这城里 有许多 什么 我的百姓 各位 现在我问各位 谁的百姓 罗马的百姓 神的百姓 那我现在问各位 这些百姓现在信了没有 信了还是没有 还没有信 还没有信 各位 所以才叫他留下来就去传 你们了解吗 所以还没有信 但是他们已经是神所认识的人 神所拣选 神要施恩的群众 你们记得 神要连面谁就连面 恩待谁就恩待谁 所以这句话 不是叫我们不传福音 这句话反而叫我们更是要传福音 对不对 因为这句话告诉我们 神自己已经拣选了 那神的百姓要信的话 他信什么 他一定要听道才能信道 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教会不要闭口 尽管传 让神的子民听到了 你不知道是谁 但是你知道 当他们听到 纯正的福音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 神的子民被发掘出来 很多人来教会 你把道传 把福音 救赎的福音传了 你才会看到 有些人原来不饥渴的变成饥渴 没有反应的变成反应 如果我们没有把道传 没有把福音传 我们就搞节目 喜欢节目的人来 喜欢活动的人来 喜欢交往的人来 喜欢团契的人来 但是听道就睡觉的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问自己 当神告诉保罗 不管怎样 你只管传 不要闭口 神给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在这个城里面 有许多我的百姓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反面用正确的神学 正确的神学 你反面用它 有时候 你会发现 因为有时候 我们处在自己的有限 惧怕也好 灰心也好 所以 那个时候 我们里面已经是消极的 我们灵里面已经受暗示 然后我们一听到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恩待谁就恩待谁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的反面的用 我已经都传了 大家都不信 我跟各位讲一个见证 我其实这次到LA之前 我是昨天到的 其实上周 有些人在网络上知道 牧师已经到Tennessee 那个地方 Tennessee 那个地方 我其实经过几天的特会里面 那个地方 有些人问 牧师为什么你过去 那个地方华人不多 跟那个LA比起来 根本是微不足道 那个地方 其实我去的Tennessee 是在东部 一个Johnson City 然后有三个城市 一个是Bristol 一个是Kingsport 还有Johnson City 他们叫做Tri City 那个Tri City 三个城市里面 只有唯一一间华人教会 唯一 所以你可以想象 只要是中国人过来 如果他要找中文教会 华人教会 一定会去那个地方 对吗 除非他们去美国人的教会 不然的话 他们到那个地方 一定会过去 在那个地方 其实华人人数不到一千 你们这里多少个华人 数不尽了 几十万 几十万对不对 我们刘弟兄就是匹兹堡过来 那个地方两万 我去一个 就一千个华人的地方 你们可以想想 然后那个地方 这个三个地方 其实基本上 就是有大学 研究所 所以过去的人 基本上就是这样 研究生 访问学者 留学生 除非是嫁到那个地方 或者在那个地方定居的 或者嫁给美国人 所以才会在那个教会 这个唯一的华人教会 他们叫Tri City Tri City 三个城是华人教会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 牧师你知道我们的教会 曾经复兴的时候一百多人 有一千个人的话 一百多个人复兴不复兴 算是很复兴啦 但是呢 从一千人变八十人 变五十人 变现在三十多人 所以大家都很沮丧 然后经过疫情之后 人都不来了 因为这个中美关系也不好 就没有派这个访问学者来了 所以那个地方就慢慢 你中国人来讲 变成死沉 没有到处去 没有看到中国人 就是这样 所以整个的教会 因为这个东西 就感觉很辛苦 然后很灰心 所以他们就一次搞了圣诞节 三百个人来 吃吃喝喝很开心 之后全部又没有了 白忙一场 有吃就会来 华人通常是这样 但是我们都会知道 他们的这样处境的时候 所以有一个弟兄 他就跟我说 因为他们都是博士生 研究 你想想看 大学 研究生 全部都是一个博士学位 他们都是PhD 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 牧师 我们该传的都传了 家家户户去敲门 一千个人不难嘛 你想想看几家庭 我们拼命地做的时候 敲门 然后跟他们说 神的救赎 你们的罪 你们要悔改 他们才不理我们 每一个人家都这样去的时候 该传的时候 公司里面 超市 遇到的都讲 看到华人就讲 他们才不理我们 所以他的观念是 好像这里没有选民 所以我就忽然间 我就跟他们说 如果你这样觉得的话 你们三十多个人 就回天家算了 对不对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已经没有选民了 已经传完了 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就说 神留你们三十多个人 有一千个人 一千个人 没有人要信的 只有你们三十多个人要信 就是这样 因为你已经传了嘛 所以他们就在那个 所以我说 你们有三十多个人的教会 你们记得 保罗说 得时不得时传福音 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劝解人 教导人 把基督传出去 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对传福音 我说你们要开不道会 但是各位 我先跟他们说 你们要跟非信徒传福音 你们要开不道会 你们不是开神学班 大家都是博士生 大家读这些教义的东西 很厉害 所以我教导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 几堂的时候我就感觉 大家是很通的 对救恩的教义 因性称义 得救成圣的这些 主要的一些基要教义 大家都很清楚的 这些 所以我就说 What's wrong? 我说你们要多向外邦的传福音 外邦你们开不道 所以牧师有 我们有想说 找一些人来跟他们辩论 无神论 到底这个世界是进化论来的 还是有创造者 然后讲这个东西 那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东西了 你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救赎的福音 神讲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 你们在跟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问过 那个切入点在哪里 传道不是理论性的讲 你要靠圣灵讲 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 比如说你讲罪的时候 你说人有罪 他不愿意听 我哪里有罪 有罪 每个人都有罪 每个人都有犯错 对不对 他不明白 你里面有一个原罪的观念 他不明白什么叫原罪 与神隔绝的 他不明白 你要从哪里讲 你要从苦难开始讲 为什么这个世界国公大国民公大民 你要从苦难 你看到人的痛苦 你看到家家户户 婚姻之间的问题 亲子之间的问题 夫妇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是为舍己而生活在一起 都是为己 所以在一起的时候讲礼不讲爱 尤其博士生跟李海 博士生两个这么聪明 吵起架的时候 这个是地震 你们了解 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 当你们讲罪的时候 你们怎么 罪如果你不解释 你不从苦难开始讲 讲到现在他们能够体感到的 然后连接于圣经所讲的 那个属灵的罪是什么 这个他们根本不了解 所以你们可以讲课 但是神要我们讲道 用道来召唤人的心 召唤人的心 你们开布道会的时候 我说你们可以讲家庭和救赎 很少人讲家庭和救赎 我说你们如果要讲进化论跟救恩 那OK 你们很多的研究 然后你就会发现整个布道会里面 你讲进化论是假的 他就跟你讲进化论是真的 然后你就变成辩论 就算你赢了 他的心没有被你夺回 因为他根本不痛 就算你赢了 就算这个世界不是进化的 是有神造的又怎样 为什么我要信他 我想你讲家庭和救赎 家庭里面的问题 婚姻里面的问题 亲死的问题 人的自私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 越来越到18岁就很想离开家 因为父母亲带着自己的罪 自己的罪性 把自己要的东西强加在孩子身上 孩子也自己的罪 要自己要的自由 所以跟父母亲各开这个东西 心里面已经各开讨厌 不想听 这种光景就是罪所担 他说牧师我们这里都是博士生 人来的时候 不会讲自己家庭的问题的 他们都是讲自己的 好像怎样 自己懂什么 我想你何必要人家讲自己的痛处 但是当你把人请过来 你讲一篇真的很实在 很朴实的 有关家庭现在的境况 这个社会和这个家庭现在的光景 为什么需要救赎 因为这位神不但是救赎我们的灵魂的神 祂是天天拯救我们的神 你把这个东西讲通了 下面的人他们在痛处的 他们听的时候 圣灵会砸他们的心 他们会开启自己的耳朵 所以我说 可能你们读太多数 反正来讲是这样 你们读太多数 神造理性 神也造我们的心性 对不对 我们的心是会感觉到痛的 我们的心是会感觉到无助的 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理性来分析 然后越分析越苦恼 因为你分析的东西 你不能改变 你可以分析你的孩子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你跟人际关系 但是你不能改变 你不能改变那个人 你不能改变他的眼光 你也不能改变你对他的眼光 除非神使你心意更新 所以救赎的福音是什么 救赎的福音 当然我们要把救赎的内容讲清楚 但是最终一定要进到人的心中 这很重要的一点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教会的讲道 你们要学世不真牧师 世不真牧师 每一次他讲道的时候 其实他把很扎实的教义讲的时候 但是每一次会结合福音的内容 他的讲道20%的内容 一定把基督高举起来 他一定会最后 无论讲什么 把基督高举起来 为什么人需要基督 他解经 但是各位注意 我们很多时候讲道的时候 我们解经 试经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一篇讲道不是只有试经而已 一篇的讲道里面 你无论怎样试经 最后主角是谁 就是基督 人的罪还有唯一的救赎基督 这个两个东西你要讲出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跟他们说 你们重新再来 你们重新再来 人你要用什么方法邀请过来 但是你们要预备心 你们要向人步道 尤其是你要想 他们不是西方人 他们不是生长在基督教文化 他们是从无神论的国家来 他们连对神的观念 他们看这个宇宙的时候 他们不会想有神 他们是用唯物论主义带来的这个眼光 这样的长大 然后来到这个西方社会 又感觉到这个地方比较有自由 比较有人权 最多是这样 但是你要明白 每一个人都有 他们带着自己的一些文化观念 但是你不要受这个文化观念 文化思潮来受限制 我们反而知道他们的文化背景 文化思潮 然后从那个地方 得到那个着重点在哪里 你要怎么向这群人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是要帮助小教会 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有时候我到一些教会去 其实他们的教义非常纯正 他是坐在那边听道的时候 听道完之后 我自己都想睡觉 因为我看到一个学者 我没有看到牧者在那个教会里面 教会需要牧者 牧者要喂养猪的养 学者讲完之后完事了 我认为我就走了 道理已经给你讲通了 对不对 人的心一点动都没有 心动都没有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主耶稣要倒成肉食 为什么要披戴人性 为什么身材马草 为什么跟罪人在一起 为什么他的服饰是先从加利利 好像没有文化的人 那个地方北部 比较野蛮的人 那个地方开始 对 然后一直到耶路撒冷去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有一种假想 我们现在在 因为这个西方社会 这个地方已经太 所谓基督教化了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看书 然后西方神学 然后我们学一套 然后我们copy过来 然后我们讲的时候 其实当你没有例子 没有应用 你没有结合现实 没有实践 其实基本上我可以说 大家头脑懂 心里不懂 他不懂这个福音是什么回事 他感触不到这福音的大能 他没有对福音产生那种需要性 很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回去 我跟他们说 我说牧师就给你们这几堂的信息 五堂 六堂 这是你们教会的方向 我盼望你们继续成长 他们已经七年没有牧师 七年 他们其实是在网站 听到我的信息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一直播放 有一个姐妹 就问牧师 我们能不能用你的信息 你们的资料 你们的材料 我说尽管用 我放在网站就是可以用 你们用 所以刚好我到美东去的时候 他们说能不能过来 就几天 通常我是在一个地方带领特会 两三天 然后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就知道 那个教会需要什么东西 因为这是我们 我们教会现在的一个大使命 就是建立教会 传扬福音建立教会 所以不但在国内 国外 所以 为什么你们在牧师的YouTube里面 一直看牧师 为什么又到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 那个国家 其实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神给我们 自从疫情之后 很重的负担 所以连主任牧师 我新加坡教会 主任牧师出来 有一些弟兄姐妹说 牧师 为什么我们不要聘请一个 一个宣教牧师 Mission pastor 为什么别的教会把你抢走 你是我们的主任牧师 你走了我们教会怎么办 我说你要叫一个人做宣教工作 你要叫他建立职堂 你以为你聘请一个 刚刚神学院出来 他没有牧会经历 然后他去牧会 然后建立职堂 这个同工讲这个 那个同工讲那个 然后那个同工又讲那个 大家一起吵架的时候 你不知道判断什么 所以真正要做宣教的人 不是他去神学院 读了一个宣教学 然后之后出来 能够做宣教工作的 不是 他有充足的牧会经历 传福音经历 布道经历 跟信徒 非信徒 目道者 全部有传过福音 然后他知道 这福音是神的大人 他能够放胆传讲 他也知道像这样的人怎么传讲 像保罗知道像话外人怎么讲 像希腊人怎么讲 聪明的人怎么讲 愚拙的人怎么讲 男人怎么讲 女人怎么讲 这个保罗都很清楚知道 所以他说我欠他们的债 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不要传 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 所以保罗说传 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宣解个人 教导个人 传福音的时候 传道的时候 我相信保罗所讲的道 不是只有字句解经 保罗讲一篇道的时候 他知道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 然后他在教导的时候 我相信神与保罗同在 所以他传扬的福音 是叫人看见神的同在 所以保罗这样的教导众人的事情 活泼有功效的神的道 救赎的道被传扬 不管怎样的人听到的时候 知道这是神给人类的福音 神给我们的福音 神如果像借着他的仆人 在美国讲 在美国的 虽然福音不是文化性 但是福音能够窃入美国的文化 能够把这个文化里面 错谬的东西 阻挡神的真理的事情 讲出来 然后叫我们看见 在这个地方 这个文化里面 离开神的事情 抵挡神的事情 这个都攻破 叫人的心意被夺回 降服于基督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保罗在那边多久? 保罗在那边 一年六个月 原来可能要走的 原来 神跟他说 你不要怕 有我与你同在 没有人能够害你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叫保罗留下来 建立整个哥林多教会 一年六个月 教导他们 各位 不但没有人下手害他 还有一年六个月 把福音的基础 就是建造起来 就是保罗的事故 我现在讲完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问过 当我们讲这个主题 为什么牧师选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 恩待谁就恩待谁 各位 神怜悯恩待一个城市 一个地区的证据在哪里? 各位答 在哪里? 这个LA这么自由 同性恋 犯罪 什么都有 你怎么知道神怜悯这个地方? 神如果怜悯那个地方的话 神一定差遣他的仆人 把他纯正的道 把他救赎的福音会带来 一定会 神一定会兴起忠于他的福音的教会 忠于他的话语的教会 起来 像保罗这样教导 各位 以色列无论怎样软弱 无论怎样犯罪 神怜悯他们吗? 怎么怜悯? 怜悯? 怎样怜悯? 差遣先知到他们当中 对不对? 神没有停止 差遣先知 不管他们怎样刚毅 差遣 责备他们 劝诫他们 召唤他们 悔改 对不对? 有没有? 所以各位 如果神怜悯这个地方的话 神一定会拆遣他的仆人 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跟各位讲解福音 神一定会兴起 知道要忠于福音的教会 各位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一个福音工作的根基来的 这个是我们知道 神怜悯这个地方的一个证据 所以我这次来的时候 其实Elly过来的时候 因为我订比较迟的时候 在Silicon Valley有一些教会 弟兄姐妹 牧师你有没有过去那个地方 后来我查了地图 六个小时 我说不可能 我说再一次你们早一点跟我讲 不然六个小时我怎么开车过去 所以我这时候说我一定以LA为中心 因为这群弟兄姐妹是我认识的 我记得2019年我聚会的时候 有两个弟兄好像我知道 他们从Silicon Valley 开车六个小时这样过来 他们讲我们是从San Jose那个地方 差不多靠近那边这样架下 我以为San Jose是两个小时 是吗 不是 六个小时这样五六个小时 所以我就是知道 其实在这个西岸这个地方很重要 在西岸其实很多的华人教会 在这个福音工作在华人区海外华人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是还没有成熟 还没有成熟 其实有很多很多 当然主重用的一个仆人 华人的牧师讲师对不对 比如说唐熊牧师是一个典型 他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恩人 但是他也看八十几岁 当然还有一些神有重用的 有些人 但是其实我们问 跟整个美国西方社会 福音的工作已经到了 那个climax的那个地方了 不管是在福音的传讲 神学的教育 还有生命的牧养 这一切的东西能够结合在一起 这个东西华人教会还在摸索 这个何事 那个可以传福音 幸福小组我们也做 看了有样学样这个做 然后唐熊牧师讲道不错 我们就学他 但是讲出来的都是一些大堆哲理 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带出来 就是模仿他 一样画葫芦这样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分歧过 自从我2017年 大家都知道 我在大陆七年这样宣教 之后 没有办法再进大陆 因为我被抓的时候 就是十个手指都印在那个 才给我出境 我现在 只要我一要尝试进大陆 我的手指一放在那个 马上三四个人走过来 然后把我放在那边一个小时 然后再叫我回去 回去 我从香港进去的时候就是这样被拒签 这样回去 所以我知道不能 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就在海外华人当中 马来西亚 台湾 澳大利亚 欧洲 然后美国 这几个地方我就接触东方西方华人界 华人教 其实我的结论是什么 对不起 我讲这句话 我的结论是 华人教会 空苦流离 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没有牧人 其实大家都很 生活条件很好 但是灵里面很凄凉 很想认识神的道 很想被牧养 很想有一个家 很想在真道上 红归于一 真的像家人一样 但是去到教会就是 community club 生存 然后就是为了生存 这个社会 就是不能在一起 红归于一 各按旗子 建立基督的身体 然后大家一起 一个心 一父一主一灵一喜 一起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 完成神 要怎样的借着我们 为着这个时代的华人 拯救他们的一个使命 其实还没有 大家还是 都是为己 为自己的教会 为自己教会的人数 为自己 其实讲实话是这样的 对不起牧师 比较直白一点讲 我也在这个教会这样讲 我指的是大众华人教 然后 你会发现在西方华人教会 比较有条件 比较有条件 然后 东方华人教会 就比较朴俗一点 但其实 人来 人看来看去都一样 其实都一样 如果我们传的福音 是真是天上赐下的 给人类的福音 不管你在东方传福音 西方传福音 不管你在东方的华人教会 西方的华人教会传福音 人都会被你所传扬的 人都会被你所传扬的 会砸的 他们会需要那个福音 他们会因你所传的 遇见大牧者 他们那苦苦流离的心 就会被解除 能够遇到牧者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所以福音 不是文化性的东西 我一直讲 福音不是人的需要产生出来的产品 福音不是那个东西 福音是真的救赎人的灵魂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心意夺回降福与基督 然后进到一个真正的属主的家 大家在一起 一个指望 一个目的 一个基业 一个使命 求主帮主 我们Elli的华人教会 我跟同工们说 这次过来之后 因为其实美国真的很远 真的很远 如果真的是在这个地方 真的有神的子民 有主的教会 真的是这么蒙恩的 真的能够在一起走 当然我愿意 一起完成这个华人的使命 所以整个的施工 我们整个为这个华人 教会祷告的事情 要持续下去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不留在我们的安逸 我们的舒服里面 让我们明白了这么伟大的真理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 恩待谁就恩待 有主权性的恩典 我们要向这个做出回应 尤其是我们对 我们的同胞们 一定有一个很重大 很神圣的责任 但愿神把这个责任 放在你们的心 放在你们的教会 然后使主的子民 能够被得着 在这城里面 有许多我的子民 你只管传 不要避空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你用你的话语 勉励众人 使我们知道 主你的话语 是有召唤力的 召唤我们 那叫我们 来到你的恩典的面前 得着一个指望 一个基业 也知道主向我们托付的使命 尤其是我们知道 主这个时代 你在华人界里面 继续收割 有很多很多 我们的同胞们 他们对福音 还是一知半解 可能他们走进教会 但是他们的神观 他们对福音的认识 还是非常的肤浅 求主 兴起你的仆人 兴起你的教会 来在这个华人界里面 能够有一个大收割 在我们现在中国大陆 越来越严谨 很多的宣教师 牧师被赶出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主的时间表 现在来到海外华人 不管是在东方 西方的华人界当中 主都有很多 寻求主 寻找牧者的群养 他们困苦流离 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求庄稼的主 拆派工人收你的庄稼 求主自己成就这样的美事 主明天一整天 我们再继续一起确认 主要给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再给你的仆人 带给这个LL教会 信徒们的信心 能够带给他们 很重要的一个造就和转捩点 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激励 使他们恩上加恩 让这里的信徒 这里的教会 能够因这个短短的 一两天的特会 能够强盛起来 能够发挥光和盐的功用 感谢主 以切荣耀归给主 让我们回去的路程 很平安地回到我们家中 我们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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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